請我們石主席長 石主席長 石主席長 徐委員好 主席長好 今天我看到有媒體披露 我們工業局 工業局評估 這個北韓對南韓的恐嚇用武 那負面影響不大 那麼甚至有轉單的效果 尤其有一些產業會受益 根據這一點 我要來請問石主席長 你有沒有聽過 總體經濟學有一個 Mando Fleming這個模型 Mando Fleming模型 它是對小型開放經濟體 比較適用的模型 這兩位 Fleming跟Mando都拿過 諾貝爾的經濟學獎 根據這個模型 這個小型開放的經濟體 如果採取 浮動會立制 那麼台灣跟韓國 南韓的 是小型開放的經濟體 雖然沒有那麼的完全的開放 但是這個模型也適用了 他說如果有政治風險的話 在這種小型開放經濟體 採浮動會立制的話 如果有政治風險的話 利息會上升 投資會不利 但是呢 它的匯率會下降 那個壁紙會下降 會有利於出口 所以呢 政治風險 它所影響的政治層面 很難講 但是就南韓這個民族 就韓國這個民族 你去研究它的民族性 以及它的歷史 我們知道 這個北韓的恐嚇 非但是打在台灣身上 而沒有打在南韓身上 我為什麼這麼講呢 南韓這個民族非常愛國 民族主義非常強 所以北韓一直恐嚇呢 南韓人吼 吼還是照跳 投資還是照投資 所以它的負面影響 不會大 但是呢 我們這些外國人 看到這種北韓一恐嚇 立刻拋售韓原 韓原立刻貶值 韓原立刻貶值有利於它的出口 而我們國家有50%的產品 工業產品是跟南韓競爭的 您覺得 工業局的講法 您接受嗎 還是您覺得我的看法是比較 可以被你接受 你估計 這個北韓這一次的 恫嚇 對台灣GDP的影響大概有多大 跟委員報告 當就是南韓是跟我們當時重要的貿易夥伴了 兩國間的產業當有高度的競爭 但也有那個產業內貿易的供應鏈的關係了 所以他這個南北韓的那個緊張情勢升高 衝擊區域安全跟經濟活動 當然有可能有轉單效應 也可能有斷念的危機了 所以那當這個這個國際事件當這個這個問題呢 就是說我們是會密切去注意了 現在還難有 主委長你跟我回答的是從經濟面 也就是貿易面 但是金融面呢 也就是貨幣貶值部分呢 韓幣貶值 它所造成的影響 我想這個 這個匯率問題央行會密切注意啦 這個匯率的狀況也會採取必要的措施 我在國內的這個 經濟的預測 我最相信主機長還有央行總裁 所以你們兩個我都相信 所以我今天特地來呢 要來請教也就是說 北韓這一次的恫嚇 我們台灣真的能夠撿到好處嗎 我個人認為是打在台灣身上 股市受害 我們股市受害 那麼我們的貿易出口 反而會不利 因為我們貶值的能力 台灣台灣台幣的貶值能力 說實在比南韓差 因為我們貧富差距太嚴重 我們台北市房價已經太高 我想這個委員很清楚 您估計大概北韓這一次恫嚇 您對我們台灣的出口跟GDP的影響大概有多少 因為我們國人很多人想知道 是跟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我們會密切注意啦 那這個影響度 我現在也沒有辦法就說出來到底影響有多少 那我們會密切注意這個的情況 對經濟情勢的影響等等 那下一次我們會預測的修正是在五月底 那我們工業局講說負面 負面效果不大 甚至有轉單的效果 還有幾個產業會受益 您接觸他這種講法嗎 我沒辦法理解 就我剛講的 就是說當然有轉單的效應 但也可能有鍛鍊的危機啦 所以我要去 評估看看 到底這個影響是有多大 那下一次我們會在那個經濟預測的時候 會做一個 那個評估的 執事長我們在做進出口的時候 我就進口商 然後南韓的出口商 當產生一個政治風險 沒辦法出貨的時候是我進口商的責任還是出口商的責任 是出口商的責任 甚至可以這個契約會受錯 不必履行 所以政治風險 對進口商而言 影響不大 所以下單影響不大 反而他含幣貶值以後 他對我們的 市場的競爭 反而 影響會更大 所以我們希望說 在做評估的時候 尤其我們主管官員 你們一舉一動 你們講的話都代表專業 不要隨便去發表說 那種 這個 似乎是要安撫人心啦 但是我覺得會誤導 會誤導我們的業績 那麼 第二個問題呢 我要來請教主席長就是 有關於 這個 H7N9 這個 他在 台灣的影響 對我們的 對我們的GDP的影響 對我們的 這個 國民生產方面 跟委員報告 當然現在這個 疫情 那 的情況當我們也都是看媒體都有在報導啦 那因為目前看起來是還沒還還沒有人傳人的病例 然後現在我們 相關單位也都提高這個 那個疫情的 防疫的這個規格 那我想 就是說大家努力啦 希望那個控制疫情 如果能夠控制的話 當然就 比較不會 造成明顯的影響 我們會密切注意 這個情況 當時SARS SARS 剛發生的時候 我們現在我們主機處有沒有做比較 也就是說 H7N9 現在的階段 跟當時SARS 發生的時候 做一個 這個類比的比較 跟委員報告因為 現在這個疫情狀況 就是說 最近發生嘛 那所以我們也都在 密切注意 那當到目前為止是 就是看起來 到目前為止當時沒有明顯的影響 那但是整個 我們一定要去注意 他整個後續的發展 以及影響的情況 是怎麼樣 那當然就說 這個防疫很重要 那相關單位都密切注意 如果有需要經費協助 我們也會盡全力來協助 我們是這樣 我們一個行政團隊 二手們對行政院長 跟副院長的人選 非常的重視 對主機長的人選 非常的重視 也就是說 當有一個 事件發生的時候 他有時候 對出口不利 或是對出口利 然後對財政收入利還是不利 我們都必須要在 行政院的階段 在政策上做一個調整 那您的評估會是很重要 也就是說您的評估 是很重要的一個 讓行政院長可以去 做政策 因應的地方 例如說我們現在 剛才林德務委員講到說 我們現在評路差距 這麼大 那像這種情形 我們在稅收方面 以及 對 學童的教育方面 行政院長就必須要去協調政策的 這個 這個調整 那所以可能很多事件上 你們在 評估的時候 必須要 有 比一般人更 快 更準的一個 反應的能力 這是你們 這個 我們對你們的 一個期待 謝謝 你這個 所以 H7N9 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評估 他對台灣的經濟的影響 當那個SARS 那個時候是非常的嚴重 當然影響蠻大 那現在因為 這個狀況 我們都在密切注意 到目前為止是 還沒有明顯的影響 不過我們會 很 就像委員講的 這個很重要 我們會審慎的來評估 好 那 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 GDP的算法 你看GDP 他本來他是 Gross Domestic Productions 那麼我們現在為什麼會把 在台灣接單 在中國生產的 也算入GDP這個算法 這是為什麼 我們這個算法事實上是 一致性的啦 這多年來都是 都是這樣子的 原則 我現在不是在講政治的一個中國的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就台灣的GDP而言 你雖然資本家 這些 企業主 他有接單 但是我們人民 並沒有productions 這個三角貿易在台灣接單 在海外出口 賺取的這個 買賣的價差 這個部分依據聯合國 這個 國民經濟的 會計制度跟 國際貨幣 基金的國際收支手冊 等國際的規範 這個價差 是屬於 服務的貿易 所以是 列入GDP 這個國際上 都是這樣子 來計算的 但是這樣會不會對台灣的這種 GDP有變成 GDP的成長有變成灌水的情形 會不會 這是 當 這會後我們也可以再提供資料給委員做參考 這個算法 林德副委員剛才講到了 資本現在越來越富有 而勞工越來越貧窮 就是這樣造成 因為工作是在中國 那我們的 資本家是在台灣接到單 那台灣的勞工 受薪結取 其實 工作機會減少 薪資是下降的 所以 他在 繳學會方面 就會比較困難 所以行政院長就必須要去協調教育部 在調障學會的時候 必須要在這裡要特別的關心 這是行政院長 行政院一個職責所在 如果還有剩下什麼問題 我們就用書面答覆 感謝 接著請 如